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攸行車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攸行車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貨物 大鯉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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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我知道你們在大鯉 我也要跟你們一起來 這裡 已經來到了大鯉古城 大鯉古城 簡稱為玉城 漁城 一個木頭的木 一個那個 漁國懷 叫漁城 這個大鯉古城 明鴻古藏 就是一三八年 全國 所培託的歷史文化名称之一 這個古城 立了五庫城 它山裡面 它怎麼蓋起來呢 它也是南北東西走向 它這個大鯉古城 它是典型的 棋盤式的布局 所以這個古城 穿一穿都是用青蛙的汙面 所以給你的感覺 很淳朴 很古朴 很古朴 很古早味的 古城是非常有名 在這個大鯉古這個地方 所以大鯉 曾經就是一個弟弟 宋代的時候也是一個大鯉古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大鯉層裡面 我們也等著去洋人街去看 說大鯉這個地方 就是蒼山 還有這個河海 所以說是按照人家說 他是文獻民邦的美稱門 說風花雪月 四大民景 都是在大鯉 所以他們這裡就有一句話說 我們怎麼來形容大鯉 下關風 上關花 蒼山雪 鵝海月 山水浮世 風俗明晴 白竹明居 好 這這個沿來 這麼漂亮 山坊營造地 四合五天節 這就是說 這裡的家 它的華麗和它的典雅 很有特色 就是這個地方 每一塊花 家家 養花 大家都蒸花 所以這個環境很漂亮 讓人捨不得離開 真的 來到了大鯉 以前 台灣有一位退休的老師 進來這裡 起床 所以在這個大鯉 這個地方就是台灣村 我還曾經去跟它參觀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一定是 來到洋人街 洋人街 顧名思義就是說 比較洋化啦 其實它本來的名字 不是叫做洋文街 它叫做富國路 就是保護國家的路 這是在那個民初 民初的時候 雲南人 反對顏世凱稱帝 起床 保護國家 比較得名的 所以這個富國民的 就是這樣說 它也是東西走向 長一公里 看七公秋 它是用青石板鋪面的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又在坐纜車 我們現在就是坐纜車要上蒼山 蒼山坐纜車 可以看到整個大鯉 是這麼的漂亮 所以我在這裡形容說 風花雪月 可以代表整個大鯉之美 所以我們來到家 我們看到這裡 天龍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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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蒼鵝仙境 所以他們現在在蒼山 去到蒼山最重要 就是在看那個鵝海的美景 從蒼山看起來 真的 宛如就是一幅鮮明的水畫 大家來到這裡 就是九龍龍洞 九龍龍洞 其實中國有很多這種洞 都多少來看一看 來到這裡還是看一下 其實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媽媽 你看 IG酒槍是吧 這個酒 對 鵝海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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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美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鵝海的那個 也可以稱它為鵝海公園 好漂亮 好漂亮 鵝海 也是 雲南省 水量最大的淡水 因為這個鵝 像像我們人的魚 鵝刀 所以就稱它為鵝海 上關花公園 然後我們來到了下一個公園 就是上關花公園 這也是非常美的地方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 因為大理人很愛花 大理人的家裡幾乎都有種花 所以來這裡看花是很正常的 四周百點營居 這邊會展示我們大理 大理的風景點很多 然後你看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四合院 四合院裡面就是也是都建花 三道茶歌舞表演 有目的 中文そ城 中文ved 五農 十久 五目的 五日 葚 阿弥陀佛 我们就看到风花雪叶来形容大理 刚刚我就讲过了 下关风 上关花 苍山雪 俄海叶 这是风花雪叶 这是很古老的建筑 三榜一照壁 这大理这就是白族 少数民族里面的一族白族 刚刚我们听到在介绍讲话的妹妹 她们都是白族人 所以风花雪叶 大理是离不开的 那我们离开大理 马上又要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叫做丽江古城